之前落回我掐了一口饭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创造传奇的公司 盛达 当然提到盛达我们就不得不提起一个人 陈天巧 他是富丹大学的高材生 因为学历很高 所以乔叔就很不满意自己总裁秘书的职位 这老娘堂堂高材生 天天给你一个总裁当保姆 你配吗 当机率段就在1999年选择辞职 反正就拿着炒股赚到的50万开始创业 而选择互联网行业也是因为他创业的初次基金 就是靠着互联网股票得到的 这一个月疯涨65%的行业 立马就引起了乔叔的注意 并且在童年进场干迪士尼动画的影响下 乔叔喊出了做中国迪士尼的口号 是要打造出属于自己的中国网络社区 他首先将目标放在了动漫市场 但当时国内的动漫行业懂得都懂 基本上就是亏本赚腰盒的买卖 没有人看得起这个行业的 当年我乔叔亲自跑到大学周深 都没有人理他的 没办法乔叔招出高薪 才勉强组建起团队 但团队建起来是要养的呀 高额的薪酬带来的是更短的变现时间 但动漫行业真的没什么担忍 乔叔就这么烧了两年的钱 旁边的人都开始考虑 这个人是能思想出了问题 知道他推出了这个英文副会读的网页 人们可以在上面 以一个虚拟形象在网上生活 可以在里面打工 生活 甚至结婚 这在2000年可谓是一项惊人的尝试 而这次尝试也很快得到了回报 还记得乔叔最开始的梦想吗 做中国迪士尼 这块大石头其实一直都在乔叔心里压着 原来是没有钱实现 现在一种游戏的成功让他重拾梦想 他开始用高薪冲一种高科技公司挖来人才 他力排中意 赤字十亿大早圣达盒子 而这玩意儿的功能和现在的鸡顶盒大差不差 而现在鸡顶盒的普及也证明了乔叔的眼光 但在当年那个网速高达100KB每秒的时代 推出的圣达盒子很难普及 再加上高达6000元的定价 让这个项目赔的血闷无贵 但乔叔还是坚持自己的道路是正确的 但由于圣达盒子存在大量无版权的内容 导致广爹意志文书指的断了乔叔最后的希望 玉石头是传奇的一众游戏的伙伴 让很多心智未全的青少年荒废了学业 无所作为的家长们将责任按在了游戏上 而当时的网游巨头圣达就是最大的目标 一时之间指责与谩马涌向我乔叔 那时乔叔苦涩的说 我一年纳税过亿却没有办法昂首挺胸 向大家说出这件令人自豪的事情 事实上乔叔不仅是一个成功的商人 他还是一个有着超前眼光的天才 他曾在03年尝试如今普及的电子师傅 04年创造最初的网文基地奇典文学 05年提出如今普及的基地和概念 但他的眼光太超前了 我们说快人一步是天才 快人两步是鬼才 但快人十步的乔叔却成为了时代的眼泪 也许正如他始终相信的那样 错的不是自己而是时代 这个网页很快就被中华网看上了 看了用户评价之后 立马决定注资300万美金 支持我乔叔 但是问题又来了 当时并没有网络充值这一说 所以说这个网页虽然口碑质量双丰收 但始终都赚不到钱 300万很快就要见底了怎么办 这个仇一个名叫渣渣黑的男人 拍了拍我乔叔的逗 这兄弟充点卡不 这忽然来到的机缘让乔叔住不及房 他立马找到中华网股东识问的意见 谁知道别人就直接说了 你要敢代理传奇我就敢撤资 乔叔也是傻了 要知道当时乔叔可就靠着这一笔投资撑倒了现在 这投资一撤 可能自己就要还一辈子在了 但乔叔还是选择相信自己的眼光 他东平稀臭将300万美金的投资尽速撤回 同时砸锅卖铁用30万美元 换来了传奇的独家代理权 乔叔在这前半辈子一直在赌 而这一次他选择了欧印 但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的事 传奇拯救了圣达 2001年开始运营的传奇 在两年的时间内创下了3亿的净收入 帮助圣大在2004年与纳斯大克上市 并且一周之内股票暴涨接近一倍 而巨大的利润带来的是充足的战略资金 圣大开始疯狂引进韩国游戏 03年的泡泡汤04年的冒险道 造成了不少8090后的童年回忆 但乔叔心里一直有一道坎 而这道坎也让圣大走向没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评论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